開始就是慢慢的回到現場 那很感謝大家包容 我們今天的休息時間都是有縮減蠻多 但是都還是希望可以盡量準時開始 線上的朋友也要回來電腦前面囉 那最後一個Session 我們這個主題其實非常的可愛 就是開放政府能吃嗎 那能吃嗎的這題 我們會請兩位身份完全不一樣的人 來回答這個問題以及對談 一位是我們政治大學的杜文玲老師 他就是公共行政的教授 天啊那我剛剛還哪是個身份來舉例 對不起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這個邱維園 邱維園 邱維圭 邱維結台北市議員 然後又名呱吉這樣 那待會兒的進行方式 會先由杜文玲老師做10分鐘的分享 然後再由邱議員做10分鐘的分享 然後最後20分鐘一樣請大家勇於使用 slido留言然後句名或是匿名 都可以那有任何的意見 就是在BBB的聊天室線上的朋友 也可以反應給我們的主辦單位 那我就不暫用時間 接下來就把麥克風交給杜文玲老師 好那我們再換一杜文玲老師 好各位好剛剛一進來這個場合 然後就忽然發覺說其實已經好久沒有出現在公共場合 這大概是疫情之後算是說第一場 所以忽然看到蠻多人的其實有點陌生 那而且這一場我想因為呱吉的這個原因 我女兒是呱吉的粉絲 所以她知道說我要過來跟呱吉對談的時候 她充滿了緊張 然後說你一定要幫我照相 然後可能等一下還要再加簽名 所以今天就是說其實是很開心就是來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公民怎麼參政 那我想可能一開始我也先講一下就是說我自己的一些 算是說其實是公民參與的這個經歷 那我對於公民參與的想像其實它是一個比較款廣的 因為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參與這個公共事務 那從這個學生運動的這個角度出發 然後就是參與這個環境運動 然後台灣的一些民主運動 後來到國外留學的時候 其實也是同樣的就是蠻關心這個台灣的這個 就是其實包括就是國際的這種環境的連結 然後民主的這個發展 所以其實是一直在這樣的一個就是一個關注下 然後就開始去算是說促進這個譬如說組織的成立 所以我今天其實在這裡面也遇到就是長期一起合作的這個 就是一起打招的這個夥伴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是後來回來擔任在大學教書 那我覺得我的身份其實一直是在轉換 因為其實在早期他可能是比較是一個社會運動的一個倡議者 那後來是一個比如說學者 那後來其實在因為在公共行政學系任教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常常要跟政府其實展開一些 就是說對於公共政策推動的協作 那所以在這裡面就有很多 算是說其實是跨域的一個經驗 所以在回國之後 剛初期的時候其實參與了這個 比如說在台灣審議民主的這個推動 那後面的話又參加這個就是說 比如說比較在我的學術的一個研究領域 是探究這個科技社會 科技與社會這樣的一個領域 所以對於這個科技社會的這個爭議的一些本質 其實慢慢的去理解 那也嘗試其實運用就是說 其實在早期在推動這個審議民主 以及就是說對於這個算是說其實是研發一些 就是說其實不同的公民參與的一些模式 希望促進就是說社會的一些公共的討論 尤其是對於我處理的議題都比較 我認為比較就是說 其實它是一些有一些門檻 有一些延檔性專業性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像這個能源轉型 像這個比如說像核廢料 那像一些就是說其實是食品安全 那在這個或者還有是空污議題 空氣污染的這些議題 它其實都牽涉到就是說其實很多不同的這種 比如說專業的跨域的這個 就是要共同解決的這個問題 所以本身我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好像一邊其實是在就是說 其實是一邊在做研究 可是一邊也在做這樣的一個社會實踐 那這是大概就是說我想說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經歷 然後讓我來看就是說其實這個公民的參與到底是 它能產生什麼樣的一些比如說是正面的影響 那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 那一個是從這個比如說政治面 政治面的這個部分 那在過去的參與 雖然我很多可能是從這個不同的這個角色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是一個好的一個公共參與 它可以促進就是說其實是政府對於這個比如說社會的一個了解 對於這個比如說政策的一個 就是說能回應就是說其實是民眾的需求 回應就是了解就是說其實是社會到底在想些什麼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 是就是我長期研究的比較是空污的這個部分 空污的問題 那我記得早期其實在講那個空污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政府有相當多的這種比如說監測 那各位可能有一點印象就是說其實大概在十年前 我們可能對於這個所謂的細懸浮為例 就是PM2.5可能並不是這麼了解 看到這個比如說模模糊糊的這個比如說空氣 可能會覺得它還很浪漫 可是曾幾何時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霧蒙蒙的天空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個空氣污染 可是這個大概都是大概這近十年的一個變化 因為早期政府在做這些就是說相關的這種 比如說監測素質裡面 這些並不是一個就是說其實是納入 我們的這個空氣品質指標的一個污染物 那當然如果你細就這些空氣品質的指標 它還有相當多的就是說其實我們看不到的 比如說像有一些像這個VOC或毒性化學物質 等等的這種監測 那可是在就是說其實在一段時間 其實公民其實就發揮了一些創意 它可能並不是一個就是說相當高的這種 算是說要做一些就是說好像 就是說其實相當高科技的參與 它比如說像有一段時間在高雄有這個地球公民基金會 他們就在定時定點 然後其實一段很長的時間 它每天去拍外面的這個景色 然後看這個天空的這些變化 對照了就是說其實是政府提供的這些數值 那無形中其實這些東西其實累積起來 它就反映了就是說其實政府的這個譬如說資訊裡面 它可能產生了什麼樣的一些缺陋跟問題 同樣的其實在嘉義的這些團體 他們可能以這個譬如說玉山 就看得到看不到玉山作為一個空氣品質的指標 那甚至把它變成是一個年曆 比照這個譬如說國外的這種標準經驗 來就是說其實是就是說指出就是說 目前我們空氣品質的這些問題 品質指標的問題 那當然後來就促進更多的這種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有微星監測 包括就是說其實中研院或者說是在那個 濟南大學的這些團隊 他們就加入了更多的就是說 其實是貼近人民生活需求的這些 微星監測的這種技術 然後再加上這種物聯網的這些功能 然後來展現出就是說 其實到底這些空氣的這種 空氣品質的這個狀況 那這些東西可能它不一定是成為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取代傳統 在譬如說環保署的這種 譬如說標準的監測儀器 做財閥的這種就是說數據或者說是工具 可是它某個程度它促成了 其實政府必須要去回應人民 當人民的認知其實就是說理解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污染其實對於這個 就是包括我們身體的這些健康的一個影響 那也知道就是說現在的一個標準 無法真正滿足就是我們對於空氣品質的一個要求 那它就必須要改 所以我們在大概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從一個就是說 其實過去的這種 比如說比較是污染標準的這種指標 然後變成是一個空氣品質的指標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是公民參與 用不同形式參與的一種 就是說其實促成我們治理精進的一個力量 那同時間我也想要講說 剛剛講在政治面 在政策面的影響 那再來我也想提到就是說 其實公民參與對於社會面的一個影響 那我這裡面其實特別想要去談的是說 其實整個對於社會的一個影響 就是好的公共討論 它可以促成這個社會的一個連結跟連帶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現代就是一個比較原子化的社會 或是一個比較是資訊的社會 大家通常譬如說像在疫情的期間 我們就是可以關在那個 就是跟著這個電腦跟大家連結 跟在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我們可以看到人可以看到互動 那就是其實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提醒我們就是說 其實在疫情的時代 比如說像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要控制疫情 它不是只有技術的問題 它還有很多就是說社會配合的問題 而這些社會配合是來自於 大家對於這些問題的一些共同理解 然後願意自主自發的 其實找尋社會比較好的方案 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的這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說透過公共討論其實去建構一個 就是說比較好的一個社會資本 那它也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強韌的一個社會 去面對一個危機 那最後我想講的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公共討論 對於個人的層次 其實也有相當重要的這個影響 那這個重要的影響是說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就是一個全球化的一個時代 其實我們可能會面臨到相當多各種不同 就是說專業的這些分工 你不可能成為每一件事情的專家 這時候其實你必須要去信任其他的人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社會連帶很重要 可是同時間在一個就是說 其實資訊爆炸或是假訊息衝刺的時代 我們也必須要發展對於資訊跟專業的鑑別力 那一個好的公共討論 一個提升到我們對於公共利益層次的一個討論 也可以幫助我們其實對於這些事情的一個 比如說思考跟辯證 所以這個都是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想要討論一下 就是說其實公民要怎麼 為什麼要參與這個 比如說公共的這個討論 那我覺得他就是分別對於我們政治社會跟個人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政府他提供一個就是說好的這些資訊 然後我們培養出好的有意願 有能力參與的公民的這樣的制度條件 他可能就是我覺得在這個時代裡面 蠻重要的一個意義 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文玲老師 那我們就直接時間就交給 接下來交給邱惠傑議員 大家好 我是那個 上面不要看的瓜吉 AKA台北市議員邱惠傑 然後這個議題其實我來講其實是 對我來講是蠻有感觸的 因為我在過去 我現在在當然台北市議員大概已經有三年的時間 那我跟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打交道的時候 最常講的一句口頭禪 這個真的不是一個梗也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依照這個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精神 除非是試涉國防機密或者是個人隱私 不然所有的資料都是應該要公諸於世的 為什麼我常常必須要講這句話 是因為常常會有公務員隱匿一些關鍵性的一些資料 他明明應該公開的東西 他卻沒有公開給大家知道 所以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憤怒 即便我是市議員 也不見得能夠得到我所有想要得到的資訊 我順便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像是其實在我大概差不多是2019年的時候 我有開始在處理一個問題 是虎林街的一個都更案件 其實剛剛那個文玲老師其實有提到很多 就是說可能你關心某些社會議題 比如說空污環保你可能需要取得很多很多資料 但事實上我覺得一般人即便你不關心任何的社會議題 有的時候社會議題會直接掉到你的頭上來 因為當時虎林街都更案 他就是一個就是成年累月 十幾二十年以上的一個老都更案 一直沒有辦法實施 當地的居民其實苦不堪言 因為他們其實那個都更案一直卡在哪裡 他們也不見得真是反對那個都更案 可是因為那個都更案的實施方 他們認為他們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不當的手段欺騙了他們 侵害到他們的權益 所以他們即便他們本來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也不懂法律 也不懂什麼市政府的法規 也不知道都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知不覺的在這十幾二十年當中 每一個人都變專家了 因為他們必須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市民很常遇到的狀況 但是這個整整20年的對抗 他們一直都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台北市政府在處理都更案件的時候 有一個機制叫做都更審議會 就是我們到底都更要怎麼進行 怎麼做 要不要往下一個階段進行 是由這個會議來討論的 這個會議其實並不是一個閉門會議 它其實是一個如果你關心這個議題的市民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利益人 其實都可以參與的一個會議 那現場還會有專家學者去做一些 對這件事情的審核跟評估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會議上面其實實施方 也就是當地的市民在對抗的那個角色 就是代表建商利益的那群人 他們覺得他們現場在會議中 都會有一些很惡劣的言行 然後有一些不當的手段 但是他們很想要在現場 就是這些當地的市民 他們其實本身就是利益的關係人 他們很希望可以透過現場的錄音錄影 把這些惡行惡狀 然後弄到這個媒體上 或者是可能放到網路上 讓大家看一看到底現場出了什麼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嘴巴講講 沒有人真的相信他們 到底遇到了什麼多悲慘的情況 但問題是現場會議的規範是不可以錄音錄影 那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如果今天這個會議 並不是一個閉門會議 他也不是國防機密 但是他又不牽涉隱私資訊 為什麼他不可以錄音錄影 尤其是想錄音錄影的人 又是利害關係人 他今天錄的就是對他自己本身厲害 有相當重要關係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不能做這件事 當時其實那個時候台北市政府 一個多年來慣例就是 其實他從來沒有說這類型的會議可以錄音 可不可以錄影 他都沒有說 他只有一個規矩叫做 由主席來決定今天的會議可不可以錄音錄影 這個做法其實有他合理的地方 因為畢竟很多會議 現場可能突然之間討論到敏感失誤的時候 主席他本來就要做個裁決 就是今天這個會議可能不太方便 我舉個例子來講 等一下我可能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提到性評委員會的案例 性評委員會有時候會處理一些校園霸凌事件 有一些未成年小孩他可能被其他同學霸凌 他的名字可以隨便公諸於是嗎 可能也不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主席裁決說今天這個會議是閉門的 我覺得這是OK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依照過去這幾十年來慣例 幾乎這種會只要一遇到主席裁決 一定都是不行 所以就是說什麼 所謂的主席裁決最後結果都是不行的情況之下 這個規矩是不合理的 所以當時我在19年的時候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問題非常的大 我就要求市政府做一件事情 請你告訴我可不可以把台北市 所有可能會開的各種這種委員會 你就列一張大清單出來 你告訴我哪些可以錄音 哪些可以錄影 哪些可以怎麼樣 然後告訴我為什麼 如果我覺得你列的這個清單 我覺得很合理的話 我就buy in 我就接受你的做法 但是如果 如果你在說 我以後絕對不再接受什麼主席裁決的說法 我希望你訂一個規則出來 因為柯文哲不是很愛講 他喜歡SOP嗎 SOP不是要訂規則嗎 這就是我對他的要求 你給我訂一個規則出來 這件事情我大概起碼跟他吵了一年半左右 最後這個清單才終於有了一個 我覺得相對來講比較合理的結果 但是事實上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在虎林街都更案上面 其實我們有發現很有趣的一個案例 就是說 其實你去看那個都更審議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現場的公務員 手上其實都是有錄音筆的 他們其實有在錄音 所以我們那時候 曾經第一次參加會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說 我看到你們公務員有錄音 那可不可以把錄音譚交給我們 因為現場沒有什麼秘密 應該是可以給我們聽的 當時台北市政府的回應就是說 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錄音檔 是因為我們現場要寫會議紀錄 我們在整理會議紀錄的時候 我們會怕我們自己漏記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場 只是個人 就是個人他自己 怕他忘記事情 所以他把它錄音下來 然後 所以這些錄音檔 本身是沒有歸檔的 所以你想要要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因為本辦公室 其實跟台北市的基層公務員 其實關係還不算太差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很多台北市的基層公務員 有時候遇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帶回他們說一些話 所以他們其實也有私下跟我爆料說 所謂這些不公開的錄音檔 其實他們通通 沒有歸檔的錄音檔 其實通通都是有歸檔的 其實這就是市府的一個問題 好 但是這個我們也不去勉強去拗它 因為畢竟如果我要講出鐵一般證據說 誰是誰明明就跟我講說你們有錄音檔 然後不給我 這等於會害到人嘛 所以我們也不要求 所以我們只要求以後要改 那這件事情呢 經過我們辦公室大概一年多左右的努力 現在我覺得算是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規定 像我剛剛講的都更審議會 現在就是可以錄音錄影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真的是 明明聽起來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花了很多的時間 像我剛剛講的性評委員會 它其實之前的狀況是 本來這個委員會呢 大部分的成員 都是 就是他負責到審理 就是可能校園裡面發生的各種性評事件 可能是性別歧視 可能是欺負一個同志小朋友 或者是一種可能性別氣質 比較特別的小孩 之類的像這樣的問題 那在討論這類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有時候討論是個案 有時候討論是通案 但不論怎麼樣 那這個委員會成員呢 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之外 通常會有兩個所謂的市民的代表 那市民代表在過去 通常都是由一些性別團體 譬如說我們可能像是什麼 那個同志熱線 大平台之類的 這種大家可能會知道的一些 這種社會倡議組織 就是由他們來擔任這兩個 這個算是公民代表 但是後來呢 在某一年開始 他這個公民代表呢 有一個名額 他就是內定就是一定要交給 是家長團體 家長團體其實也沒有錯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校園的事件 家長團體 有一席代表 也是很合理的吧 可是因為呢 在當時的情況是 他們直接指派的這個家長團體代表 因為在台灣 家長團體呢 有所謂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正好他們委託到家長團體呢 這個他們的算是會長吧 他本身在媒體上有多次 就是對同志發出歧視言論的紀錄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這不是性別委員會嗎 性評委員會嗎 你怎麼會派一個有性別歧視問題的人 來當我們的這個委員 這個背後是審理過程 是怎麼決定的 那當場在開會過程當中的時候 也有人覺得 這一個委員呢 發表了很多不當的言論 可是因為這個委員會 也是閉門會議 他是沒有任何紀錄的 所以每當這些 性別團體跑來找我說 欸我覺得我們又在那個會議裡面 被欺負的時候 老實說正在我的立場 我當然是相信他們所講的話 但是我也必須客觀的講 有沒有可能他們講的是錯的 比如說他們去指控一個無辜的人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要解決這件事情 其實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做法 也是保護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就是說你們那你們把這個現場 錄音錄影嘛 有會議紀錄嘛 拿出來給大家看嘛 不要在那邊隱藏起來 當時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很大的這個對抗點 就在於說 因為性評委員會有太多 可能不方便公開的事情 當時我就非常的生氣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立法院的那個國防委員會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陳柏惟 就在國防委員會裡面擔任委員 你有沒有看到他開會 裡面講的都是國防機密 他有沒有現場直播 他是即時直播出來的 如果突然真的要講 國防機密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 就突然這些畫面就會黑掉 黑掉 然後就國防部照下來 然後等過了幾分鐘 OK機密講完了 繼續下一個階段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管是哪一個政府部門開會 一定都會有很完整的開會程序 不可能突然天外冒出了一個主題 哇這個完全是很敏感很機密的 他們早就都知道 開會流程有哪些項目 怎麼可能無法避開那些隱私的資訊 所以我覺得完全都是藉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跟市政府 就是吵了一段時間的架 其實我覺得關於所謂的 這個政府公開資訊 其實是可以講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舉個例來講我不要都講台北市政府 議員有沒有問題 議員問題可多了 你知道議員有一個很強的能力 叫做所知 所知就是說呢 我今天對於某一項 某一個事情 我很有興趣 可是畢竟不是所有的資訊都公開上網 這不是故意要隱匿什麼 單純就是因為資訊太多了 所以他可能就放在市政府的某個角落 我就想要嘛 請你整理給我 所以市府我們可以下一個公文給他 請他把東西拿給我看 這聽起來很合理 作為台北市議員 要做這個審議台北市的議題 我覺得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在於說 有些議員會拿這個權力濫用 舉個例子來講 他可能下午要上這個政論節目 他想要找一些梗 所以他就立刻下一個公文 他早上下公文就跟我說 我下午三點前就要 可是對於公務員來講 我今天又不是只有你的事情要做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居然要在幾個小時之內 生一堆海量資料給你 只會讓你上政論節目 這個合理嗎 他們也是覺得很生氣 覺得說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而且所知不是只有所資料而已 有的議員甚至於會直接用他來 鎖電影票 鎖車票 這是很離譜的一件事情 真的會有人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覺得今天 所以我曾經就在台北市議會 這個質詢時間我公開講一個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說真的有點離經叛道 因為通常都是質詢市政府 但那一次我是主動提議 我對研考會 因為研考會是負責開發台北市政府系統 我說我們可不可以 把台北市議員所有的所資內容 全部都公開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都是大家做公務 我覺得我也不怕給別人知道 我到底鎖哪些資 就讓大家看看我們到底鎖哪些資 那這樣哪些辦公室 做了一些奇怪的鎖資內容 我們就通通都知道了 不過當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知道他背後也有一些問題 因為有一些市議員或者是地方委員 他可能真的是在追查一些弊案 如果他在追查弊案的過程當中 他的鎖資內容已經公開了的話 這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破梗 破梗了的話就是說 本來可能有些市府還沒有發現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說原來你在追查這件事情 那我要小心一點 第二個情況就是會被別人偷梗 偷梗就是別的議員辦公室看到 你在討論這個問題對不對 正好我的諮詢時間找了你個一天 那我就把你的梗給偷走來用好了 有沒有這麼惡劣的人 其實也是有 所以就是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一些可討論的做法 舉例來講 譬如說兩年或四年一次 公開全部的這個鎖資資料 我相信這個問題其實就解決了 只有太多技術性的方法可以做 我必須要說 我常常會講一件事情 大家都常在電視上 看立法人或議員 我馬上就好 在最後一點點時間 看起來很兇 好像罵人很兇的樣子 可是事實上 大家都以為說明代很屌很厲害 力量很強 有的時候的確如此 但是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今天呢 在這個 以台北市議會來講好了 台北市議員總共只有60 現在大概只有61位 那台北市的這個公務員有幾位 有8萬名 61位的市議員 每一個辦公室可能有6到8名的助理 加起來就幾百個人而已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要監督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是這幾百個人的團隊去對抗個8萬人的大團隊 而這8萬人的大團隊呢 其實每一個人很可能都在他們的特殊專業領域 譬如說都更環保 各種議題上可能已經工作10年20年以上 他們都是非常有經驗的 老鳥 當他們想要隱匿資料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那個東西到底在哪裡 你也會不知道真相 你沒有辦法對抗政府的公權力 所以我覺得讓政府的資訊公開 其實才是一個有效監督的一個民主社會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兩位的分享 那我再小小的串一個場 然後兩位可以先一邊再看一下 剛剛slido已經有非常多的問題以及討論 剛剛有一個程序性的問題先提醒一下 那個瓜老闆有人說你走光 所以那個程序可能先處理一下 好 那個不是走光 對不起 我想說這個 如果有走光的問題可能要先處理這樣子的 比較急迫這樣子 想說趕快幫你折一下 好 那就很很感謝剛剛文林老師 其實是從為何公民要參政的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意思是從政治跟社會跟個人的層面 來為我們做一個很初步的回應 然後瓜吉這邊其實也用幾個故事 就很快速很有效率的幫我們帶出開放以及公開 這樣子的做法它其實會是一個一體兩面的事情 那可是我也想Echo就是瓜吉的這個說法 因為之前我在唐破辦公室 我們一直在行政院的層級在推動一些 不管是開放資料或者是開放一些會議紀錄等等的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反而完全的公開 才是真正保護公務員的方法 有一些情境的確是這樣 可是那個公開的邊界在哪裡 說真的在不同的場域大家都還需要摸索 好 那我想兩位應該差不多看 大概看了一下slide上的問題了 我們還是先從就是戰術比較高的部分 就是開始想請問文玲獎師 現在政府的機構都是透過標案委託學術團隊 去執行所謂審議民主 那學術團隊作為執行團隊 如果研究的意見跟機關的立場不同的話 會不會直接被蓋牌 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解禮歸解禮 應該怎麼回應 好 然後還有我再兩三個問題 再請獎者一起回 那瓜吉這邊是有一個提問 也是很高的戰術 有想要問說 什麼看待基隆市議員陳薇仲 用議員配合款來做這樣子的參與式預算 等於說 從名義代表的角度去做公民參與 然後以及 剛剛其實已經有稍微做一些回應的 瓜吉 我剛剛講他們過去一年半 在推動公部門的會議紀錄 以及議員的所知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在兩年四年這樣子的公開 然後還有一個 也是一樣是七個人提問 想知道兩位的經驗 覺得理想中 公部門跟民建 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宅問 回到我們開放政府的核心價值 開放政府的核心價值 大家應該都蠻清楚 就是參與透明 寒榮 克責 那有沒有其他的核心價值 也是應該要放進來 甚至是不是有些台灣的特色 好 那這兩個問題的話 我想還是先從文林老師 就照順序 然後我再請議員這邊回應 那我想我可能那個講一下 就是是不是就是說 學術團隊的這個委託 那以及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民間跟公部門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的確就是說現在 剛剛譬如說在我們的商場 也在講那個Let's Talk 那很多的這個譬如說政府機關 現在都委託一些就是說 其實是學術或是專業的團隊 然後來做這種 譬如說像審議的這種 譬如說操作跟過程 好 那我覺得這裡面 可能就要想幾個事情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自己 作為這個學術的那個團隊 那也常常接受政府的這個 譬如說委託 那我後來其實早期的時候 其實我很少接科技部以外的 這種計畫 那可是後來開始也覺得就是說 其實在審議民主的這種推動上面 其實某個程度跟政府的這個結合 我覺得是一個相互教育的過程 那的確我覺得 就是說如果大家那個 不過我是覺得說如果是學術團隊 在開始在做這些 譬如說像剛剛講的這種 譬如說執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會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自己的角色會是什麼 它是不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單純的假方或乙方 的這個關係 當然假乙方 那就是說其實 假方到底要的是什麼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就有很多其實是必須要去 我覺得是協商跟再教育的過程 其實包括就是說 其實是對不同方 舉例來講 我們譬如說像做這個 譬如說合費 合費的這個 譬如說社會溝通的這個課題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從 不管是行政院 或者說其實是台電 他們的思考都是說 那我就是要有一個 譬如說選職的結果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更要去 就是說其實是 反推回去的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看全世界 其實在解這種非常難解的 這種譬如說像 像合費料的處理問題 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溝通 是一個相當長期的 社會信任建立過程 那這也 我也想回應到就是說 其實剛剛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 如果說在台灣的這個脈絡下 它還有除了這個 譬如說褐蛇、寒龍 那我覺得就是那個社會信任 好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它是講究一個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講究 關係 講究網絡的這些社會 可是這些關係跟網絡 如何從就是說 比較傳統的 這種譬如說 地方的視從政治 變成是一個比較是 有公共利益想像的政治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很需要就是說 促進大家 對於一些議題的公共性思考 所以剛剛提到的說 如果說在 如果說要問我 我覺得學術團隊 這個也會是秉實的 比較是說 我當然不能講說 我代表每一個學術團隊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可能是有一些 比如說學術的學理基礎 跟完全是公關公司 其實去接案 其實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先講到這邊 然後等一下可以再回應 好 那請 呱吉 回下一題 陳維仲那一題 我先講一下 配合款這東西 因為 其實各縣市的慣例不太一樣 但台北市現在已經沒有配合款 這個東西了 配合款是什麼東西 我講一下概念就是說 我先講各縣市的規定 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市議員 每年可能就固定有一個扣打 可能每比一百萬一千萬 隨便 這扣打它是隱藏的 就是說這樣好了 你跟我講 你們那一區 譬如以我是松信區的預言 假設我有一百萬的扣打的話 我就直接可以跟市府提案說 我跟你講 那你那邊路燈幫我再多蓋幾個 然後這邊這個公園 多種幾棵樹 然後用這種方式 把那一百萬預算花掉 那到時候我就可以 跟我的這個選區的選民講說 你看 怎麼樣 我很讚吧 我幫這個地方做了這麼多建設 都是我去爭取來的 那這有點像是就是說 市府固定拿來討好議員的一個做法 這個東西有好有壞 因為大家也是建設地方 不見得真的是壞事 那當然成為這種話 後來他可能就有一個做法 細節我不太清楚 因為畢竟這是基隆的事情 他不是在台北市發生的 那基隆的狀況就是說 他可能是覺得說 這個配合款 因為畢竟有的時候 很多變成是政策性買票 所以呢 與其他自己決定說 我去買什麼地方的票 不如讓地方 我們自己搭用參與式預算方式 大家討論一下 該怎麼使用 我覺得聽起來 是蠻有公民參與的一個 這個政變的意義 我個人覺得也非常的好 那因為台北市沒有類似的做法 但是的確我也蠻贊成 就是說 可以用公民參與的 鼓勵大家做公民參與 因為舉例來講 像我自己有推一個議題 那個議題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可以 我講一下那個議題是什麼 就是廣告 廣掛物管理條例的修正 這東西是因為 這東西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想要希望 在2022年 台北市議員選舉開始之前 我其實已經在兩個會期之前 就提出了 但是這個已經卡了一段時間 我那時候是希望 在2022年 台北市議員選舉的時候 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禁止全台北市 然後隨意的刊登政治廣告 因為我希望可以做成像日本韓國 或是世界上許多 對於政治廣告有管制的國家一樣 就是 因為現在做法是沒有任何管制 如果今天任何人要貼任何的政治廣告 就是我想要在哪裡 我有多少錢 我要貼多大 然後貼多少 隨便你就是看我預算有多少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曾經去訪問過一個東京的市議員 東京 是全世界最昂貴的都市之一 我問他說你選一個市議員 花了多少錢 他跟我說他選市議員 花1000萬日幣 大概300萬台幣左右 那是在東京耶 東京這麼貴的一個地方 他選市議員花300萬 你知道在台灣花多少錢嗎 在台灣花600萬都算少的 你知道嗎 正常的大概都花1000萬 甚至於有的人要花到2000萬以上 比2000萬多的也是一點都不少見 也就是說什麼 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物價比東京還要便宜一個1.5倍到2倍的地方 結果我們的選舉預算是人家的3倍以上 這是合理的一件事情嗎 我不覺得合理 這也會造成年輕人參政上的一個困難 很多時候大家就是把錢花在這種無謂的廣告之上 而且造成市容的敗壞 所以我希望做廣告物的管理的條例的修正 我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再這麼氾濫的去張貼各種政治廣告 不是不准他們做 可是這是限定區域限定大小 就是用日本式的做法 這個是我當時所做的一個提案 但是這東西其實純粹就做一個台北市議員 我可不可以自己直接在台北市議會提案 然後要求大家同意通過 其實可以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有選擇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直接提案的話 台北市的60幾位議員 絕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會反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這違反他們過去傳統選舉的習慣 這事情實在是太離經叛道了 不可能 然後那時候我就選擇做一件事情 我直接用iVoting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有跟 因為我其實過去前兩年 我靠北柯文哲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iVoting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iVoting的成效其實非常的差 絕大多數最後iVoting有通過的法案 其實都是市府自提的 如果是市民提的iVoting幾乎都沒有過的 最後都是市府就拿一些理由 就說這個種種原因 反正這個東西無法執行 其實這也不完全是錯 因為畢竟有一些市民 他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法規 天馬行空想了一些 其實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這也是沒錯的 可是問題是如果今天弄成這樣子 是不是也表示市府對於iVoting 跟公民參與這件事情 努力不夠 所以導致大家提了一些無效的提案 那這個iVoting不就等於是白費了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我們來做一件事 我覺得廣告物這個條例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可是我覺得在市議會直接提會失敗 那iVoting目前成效也不好 乾脆我就用iVoting 我雖然是市議員 幹我直接跳下去用iVoting 我說我用iVoting 我希望鼓勵市民一起參與這個議題的討論 辦公聽會做什麼 然後讓大家一起去參與這個議題的進行的過程 然後最後目前市政府其實已經正式 基於iVoting的結論還有公聽會的討論的結果 提出了一個市府版的草案 已經在上一個會期進入到台北市的議會 送到台北市議會裡面 這個會期如果沒有人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話 應該就會正式進入討論 如果真的運氣很好的話 我不能講 因為有時候法案的審理真的是很難說 這個會期有過的話 我跟你講 2022台北市議員選舉就好笑了 大家會看不到政治廣告 這是我的期望 然後 但這件事情真的有一點困難 但是這就是我希望 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 去對台灣的政治做出一點改善 謝謝兩位的回應 那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剛剛有拖到 我想要先簡單的先 針對今天的整個工作坊的一個共同的點 然後想要先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從青年那一場的Let's Talk 或者是剛剛文林老師 大家有提到審議民主學術團隊的問題 或者是北市府的iVoting到底被採納多少 甚至是前面的剛剛台南市政府的分享裡面 有講到就是標案等等 但是時間就很趕 或者是就沒有辦法去符合 體制內的參與管道的時候要怎麼辦 我覺得這邊都點出了一個共同點是 今天的這個工作坊是以2021開放政府 國家行動方案 這個已經體制化的遊戲規則 再建立一個場域讓大家做公眾參與跟開放政府 但是同時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從這麼多的例子裡面看到 我們在不斷想要制度化 SOP化跟建立一些體制規範的同時 很多時候實際上我們在我們眼前很緊急的一些真實的問題 他可能還是必須要被穿梭在不同的制度裡面去實行 很難只是從單一的管道去解決問題 那我覺得今天所有的分享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斷在探問 某一個管道有沒有效到底會不會被參賽的時候 可能同時也要把這個體制的根本上的局限就是放在心裡這樣 好那我還是再問一下現場有沒有要舉手提問的 或是舉手分享你的經驗的可以在30秒到1分鐘之內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有心很難得就是肉身到了現場 就是講者也肉身在這裡 有沒有要做肉身的互動 現場有要舉手提問的嗎 可能沒有發問過的優先沒有 那BBB這邊有嗎 線上也沒有 那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就特別一定Cue哪一個題目 可是就兩位對今天的工作坊的內容 以及你們也已經看到的slido上面的問題 就是可以自由的在各做可能三分鐘的分享 然後我們就可以結束今天的工作坊這樣 好那文靈老師要不要先然後再那個呱吉這邊 因為這裡其實問題真的太多 可能也沒有辦法做一個session 可能就剛剛有一題是針對 剛剛其實有留下的一題是 怎麼想像民眾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層次 就是開放政府的這個價值概念 那或者是對其他的案例如果想要做其他的分享也可以 就是我想兩位講者就各三分鐘然後做這個session的結尾這樣 那文靈老師要不要先就 因為我想這個比較抽象層次的政府跟民眾的關係 這一題可能比較適合由您來回答 學者的任務不就是要回答這種抽象很複雜的 好 很謝謝大家這個提問 這個提問真的非常的也算是非常的尖銳 那我覺得其實好像也在講 就是說其實我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在不同角色 剛剛我覺得恩恩特別提到就是說不同的這種 比如說管道 那以及就不同角色的一個傳說 那我自己也覺得我好像也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不斷的去思考跟轉換 有時候我自己會覺得說我好像比較像是一個 比如說倡議者 那有時候其實又好像會變成是一個專業 就是說其實好像在政府的單位 好像又是一個專業的諮詢者 那在這個比如說學術的一個崗位上面 其實又是一個就是說其實是一個研究者 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其實我先想想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今天聽到瓜吉在講好多這個市政的 因為我也是台北市民 我就會覺得說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市議員 真的很好其實幫我們就是說 市民其實做很多的這個 比如說把關跟反思 好那我自己其實也遇到相當多就是說 其實像這種資訊開放 好其實的問題 其實我們每天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在做這些 不管是就是說其實在推動一些 比如說公共政策的這個參與 他就會面臨到這個東西 到底我們的資料要開放多少 那很多的時候其實這些資料 其實都還要做過轉譯 因為他沒有辦法就是說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非常原始的這個狀態 有一次我記得我在跟一位美國學者 在做這個公開對話的時候 然後講了 我就從這個比如說是從太陽花 然後再談這個比如說資訊的這種公開跟參與 他就跟我回了一句他說 他會覺得台灣的公民非常的忙碌 因為你要去理解這些問題 其實你有需要大量的這些資料 那剛剛其實這裡面就有提問就是說 好那你在這裡面怎麼樣平衡你這個專業 跟這個比如說在很多的這個資料 的這個比如說理解上面 那你怎麼樣去做平衡 很多的時候其實可能就像剛剛瓜奇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很多的公民他可能是因為就是說 其實遇到這個多根案 他20年他就會變成一個專家 可是在這裡面其實是相當非常磨人的 磨人的這些經驗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就是說 其實在對於這些公共政策的一個理解上 剛剛提到對於 我提到為什麼會講說 對於這個比如說專業的這種 比如說鑑別度 你知道可以尋求到哪些管道哪些專家 其實可以來協助我們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有時候其實因為這些議題可能都是一些新的 因為我們現在我剛剛講說 遇到很多的科技 或者說其實現在疫情來臨之後 我們遇到很多這些新的挑戰 他這些議題可能不是傳統的方法 或是傳統的思維 或是在傳統的專業領域裡面 就可以就是就提出一個solution 所以他可能是需要就是說 其實大家在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從不同問題的這個觀點 然後包括對於這個問題的這個 就是說提問的方法的不同 而找出一些新的解方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這個時代 我們遇到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需要一些專業網絡的一個連結 他也需要地方脈絡的理解 然後共同去找出新的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現在在設計就是說 其實在設計很多剛剛研發不同的這種公民的參與 包括這種譬如說換位思考 我們去年在就是說在合費的這個議題的這個處理上面 我們跟那個北美館的雙年展合作 然後做這個我們叫做協商劇場 那他協商劇場的這個設計 他其實是一個萬物議會的概念 表面上他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在比如說像我們在講 行政院的非核家園小組的一個會議 可是我們加入了就是非人的因素 就是那個物的因素 包括北海岸的土地 包括這個比如說核燃料棒 用不同物的這個角度跟人的這個對話 而創造出一個我們對於事情新的一個理解 那我想在我們現在在做很多的這種 比如說公共參與的部分 也嘗試希望就是說其實是 讓公共參與的思考不是只有一個 大家坐在這邊那種討論 他有很多用各種的方式促進大家換位思考 然後能把這些其實資訊轉譯成就是說 其實是大家比較可以理解 可觸及的這些譬如說資訊 那這裡面就很需要專業的協助 包括我們在講說民主基石的這些建立 這些軟體工程 可能我們這種譬如說議程設定的專業團隊 這可能都是一個就是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蠻重要的任務 好 謝謝文玲老師 我覺得文玲老師講的其實就非常可以接到邱議員 因為其實同時作為直播網紅 就某一種程度就有一些民意在身上的觀念 其實就是文玲老師講的某一種專業或另外一種管道 所以我想最後還是請魏杰 我可能也稍微延續一下這個主題 因為我目前從事正式的政治工作 大概有三年的時間 可是當然作為一個人 我今年47歲 關心這件事情可能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 會討論一些社會議題 可是有沒有做政治工作之前 其實我覺得態度是有點不太一樣 做政治工作之前其實坦白講 我就看哪裡不爽 我就直接抱怨說這東西不對吧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真的從事政治工作 大概差不多可能一年之後 我開始慢慢理解到公部門是怎麼運作的 因為我也開始會認真的研究某些特定的法規 一些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也知道哪些東西是可以做 哪些東西不可以做的 我曾經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就是在某一次一個特定的議題之上 我不要講什麼東西 我就大概講一下當時的狀況 市議員常常必須要開一種東西 叫所謂的協調會 協調會就是可能譬如有個市民 他遭遇一些很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希望台北市政府要做一些改善 但是雙方可能彼此僵持不下 所以市議員有點像是中間的何四老還怎麼樣 就把大家揪起來說 那我們一起來開個會 那我們看看最後能怎麼協調出來 九成以上的協調會是不會有結果的 因為東西就是不可能做到 有時候協調會有點像是一個心理治療大會 就是因為那些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 他們其實希望這個社會 其實還是有人關心他們 所以我們就是聽他訴苦 有時候是這樣 但也有一層的東西是真的可以做到一點什麼 那當天的那個會議呢 其實我認為他應該是屬於 可以做到一點什麼的東西的那種事情 那有除了受苦受難的市民之外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倡議組織的人員 都有一起來 因為當時這個陣仗很大 會議的人很多 那因為站在台北市議員的立場 其實我們是希望最後能夠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在開會之前 其實我們有跟市民 跟這些倡議組織開了一個會前會 我跟他們講了一些建議 說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我覺得怎麼樣可以做到 依據我個人的經驗 所以我希望他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有一個沙盤推演 我跟他們都講了 然後我心想說 哇這個應該沒問題了吧 結果到開會的時候 突然之間劇本整個完全走中了 突然之間每一個人都上來搶麥克風 每一個人都在麥克風前面哭訴 他們過去十幾年來 所受到的不公不義的對待 然後突然本來很合理的訴求 全部都變成情緒性的言論 然後現場簡直是 就是看起來場面大家激動到不可思議 我在旁邊看著我心裡想說 這不對吧 跟我講的不一樣啊 這樣就不行啊 這不會有結果的啊 可是我後來那時候 這是當時我為了這件事情 其實小小受到一點衝擊 我那時候甚至於會覺得說 天啊這些人到底有沒有想把事情搞定 因為要搞定不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後來又過了一年 我對這件事情又有全新的一個看法 我後來突然之間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你知道民主這個制度 我覺得它是這樣 它不信任個人的決策能力 但是信任大家集體決策的能力 我們不信任任何個人就是指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議員 或者是任何的個人市民 或者是倡議組織 他們全部都有可能做錯 但是當大家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下 彼此折衷協調 互相對抗的過程當中 會得到一個對這社會來講相對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是民主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是我剛說的那些市民 還是說那些倡議組織 其實那些組織他們很可能 對我來說 他們做一些過度情緒性的一些行為 他們可能有一些言論 甚至有覺得根本不合法規 他們想要做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基本上最後就是不合法的 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可是他們的倡議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就是社會的良心 如果他們今天放棄他們的良心的話 他們就沒有辦法推動其他的 比如說像民意代表 去做出正確的決定 反正就像剛剛講轉譯者這件事情 轉譯者我覺得不只是言論 還包含了最後行動的結果 我們其實最後一定沒有辦法 照他們所想的100%那樣去做 有一個商業談判的 一句講商業談判的話 我忘了是誰講 反正他是說 所謂的商業談判就是 當雙方都覺得 這個結果不太滿意的時候 就是最滿意的結果 而民主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 只要有任何一方覺得 我很滿意 就表示這個結論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作為一個市議員 我們就是希望 雙方最後可以找到一個 大家都不太滿意的妥協 就這樣 謝謝 好 喂喂 謝謝兩位講者的分享 那剛剛slido有人cue我 那因為我過去兩年的業務主要 就是在行政院做開放政府 所以我想最後求還是接回到我身上 那我想要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來回應說 為什麼我剛剛會說 有的時候開放反而是一個解法 而且可能反而對公務員來說 也是一個最好的保障 我舉個例子 是我們2020年有辦過一場開放政府 協作會議是處理 一樣是舊影平台的提案 那個提案是來自殘痘症患者 他們提議說 應該要全面的禁止使用張腦丸 因為他們聞到那個 會讓他們溶血症 會有等等的症狀 然後後來這個案子 其實最終是有被採納的 可是是部分的採納 就是公共場所的公測不用張腦丸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介入 譬如說私人的廠商 他們因為種種的理由 或者是便宜成本等等的 去使用張腦丸 那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假設沒有這個開放的協作會議的過程 去記錄 當時到底廠商講了什麼 廠商當然會覺得 根本就是政府在迫害你 可是殘痘症患者呢 他們的家屬呢 醫療人員他們的專業怎麼被看待 那個過程被記錄下來 它可以避免一個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環保署 會願意跟我們辦公室合作 是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會事後被說 你是包庇廠商 或者是你土地特定的誰 公務員最害怕的就是被說 我們圖定特例的誰這樣子 所以這個決策的過程 最後總是有一個章 可是如果它有一個 每一個人的發言為自己所負責 不是只有客責客到公務員而已 也是客在場來參加的每一位參與者 你們講的話 你們也要為你們自己負責 最後的決策是依據 大家每一個人的觀點 所做出來的結論 所以那這個主治稿都是有公開 剛才斎斗有人說 我們長坡辦公室的主治稿都沒有公開 可能是我們不好找 但我們都有公開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 就不好意思也延遲了一點點時間 然後很感謝線上的參與者 就是留到最後 然後還有實體肉身來到參與的人 然後我們最後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兩件 第一個是問卷 就是線上的朋友 BBB請你們看 左邊的這個共享筆記裡面 有一個線上的問卷麻煩你們填 然後現場的話 應該也有收到實體的問卷也要麻煩你們填 然後非常不免俗的 即便是這個時代 我們也希望每一場工作坊跟活動 要留下紀錄 所以我們最後要大合照 請大家留在現場座位 坐著就好 然後可以一邊的填寫問卷 然後我們的獎者請到前面來 好然後我們就來做一個大合照 然後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然後如果各位對開放政府行動發 有興趣的話搜尋這個名稱 本專可以follow相關的資訊